张悠玲出发 打门 寒假期将球不出 最后队友跟进的补射 高天忆没有能够将球送进球门 还是要依靠后勤 再来看 张悠玲这一次是将球罚向的左侧 北京国安在自己的名义上的主场 日照专业主书场 迎来了对阵广州城比赛 1比0的比分 不能够完整反映出本场比赛状况 张悠玲是场上队长 今天他设定了两个点球 来看一下 上面是比赛开始 其实要犯规 听得非常清楚 草皮条件比较一般 场地其实还可以 看一下湖顶位置 又将打翻张悠玲 比赛才刚刚进行乱 几分钟时间而已 9分钟不到10分钟时间 张悠玲完成了本场比赛 唯一的一个进球 当然这个进球 不是今天比赛的全部内容 我们再来看 给假伙根给回来之后 队友重新将球权交给了张悠玲 这是来自于韩国外援的助攻 江祥用 再来看啊 这条球打的力量真的是非常足 韩佳琪只能是望球星探 这座球场从造型上来看还不错 可是草皮条件真的是不敢恭维 王刚传到进去内就倒地 裁判第一时间判了一个点球 张悠玲在进去内被踢倒 我们再来看啊 给回来之后 双方有身体接触 第一时间 裁判员就将手指向了点球点 这次负责来防守的是傅运城 张悠玲出发 大门 韩佳琪将球扑出 最后队友跟进的补射 高天意没有能够将球送进球门 最近这段时间 这个门将韩佳琪是非常火热 在东亚飞就为我们送上了 非常非常引人注目的表演 而这一次张悠玲发向了 右侧的这几点球半高球 也是门将比较喜欢的位置 力量上也不是打得非常的够 小球机会 直接打完 韩佳琪将其封出来 再不射球进 但是这个球或许要判断一下 是不是有存在阅位的嫌疑 进球是来自于江祥佑 双方经过了VAR的重新判断以后 认为这个球是有干扰门将 干扰到门将的视野 进球取消 还是刚304回放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在30号位置上 达布罗确实对门将的判断上 是行程干扰了 进球取消 时间到下半场 双方一边再战之后 广州城重新开始组织他们的进攻 进入进区 在扫门前 吹空门的机会 这是一个半空门的状态 左脚打门 来自于此前的国安旧将 没有能够打进了 陈志招这个球比较可惜 再来看 在点球点附近的左脚推射 很多球员在面对救主的时候 都会有过不一样的发挥 下半日比赛突然间下起了大雨 这一次进区内的机会 又倒立了 我们再来看裁判会怎么来办 是江翔佑倒在了进区内 这一次来防守的还是傅运城 裁判要听哨了 要听这个VR的建议 我们来看看 进区内确实有一个接触 经过VR复合之后 裁判第二次判罚了点球 来看一下这个点球 还是会交给张维玲来处理 在猜后 韩佳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 这一次他能够扑出点球 还是要依靠后勤 再来看 张维玲这一次是将球罚向的左侧 韩佳琪再次将这个球拒绝 赛后 韩佳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 这一次能够扑出 连续扑出张维玲的两个点球 就要感谢后勤的这些讯息到位 张维玲今天运气也不是太好 采访结束了本场比赛 最终比分是锁定在1比0 依靠张细哲的进球 北京国安拿下了两连胜